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聚员村小 爱孝 胜于爱家的杨华英老师 44岁的他1992年8月开始待课 2007年转为公办教师 杨华英老师在我心目当中的影响 他改身如此 起的当年学生成绩 因为家境贫寒 交不起学费 他从自己位于仅有98元的微博工资当中 跟这个学生成绩交了168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改销入家 但是我记得在生小刚刚开始英语教学的时候 生小负责人记得和尚名貌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杨老师说让我来试试吧 就承担了根本的英语教学科证部 是生小这个课程的解决 聚员村小教师少且无男教师 学校一些设施设备损坏后就成了男士 校门钢管受损成了一个窟窿 杨老师就找来铁丝和钳子把它补好 学校抽水管破裂或水管脱落 现场便有杨老师娇小的身影 师生们才又能喝上清洁水 六一庆祝会表演 杨老师还搬来自家的音响 别看杨老师在学生面前总是笑容满面 在同事之间总是谈笑风生 一旦回到家里 她又是忙得不可开轿 杨老师您好 您好 您能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家庭情况吗 我公公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五十岁就丧失了劳动领域 婆婆今年自七十岁 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 每天都要坚持持有 我的大女儿一九九二年 就在出生的时候就患有严重的老母娘 为了治病花去了大量的所有的家里面的积蓄 而且还劝了许多外债 经过四处求医 但是还是无疾于四 患有后遗症 经常发脾气 到别出家 邻居家买或者自家 乱舌东西 丈夫因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 所以说在05年就凡多年中 腰椎病和经椎病 家庭重担全压到了身高 不到一米五的杨华英女士身上 但这压力并没有压到坚强能干的她 杨华英老师每天早上六点不到 就起床做早餐 整理家务 农忙时还到山上做一段时间农活 吃完早饭 便急匆匆地赶到学校 开始一天的工作 中午放学后 立即赶回家做午饭 照顾老人和孩子 下午两点半以前 又回到了教室 每天放学后 是农忙就会在庄稼地里忙农活 农闲时 总是在学校辅导学生 每天晚上 当全家人或看电视或睡觉时 她又悄悄拿出备课本 准备第二天的教学工作 每天深夜十二点 她仍未休息 二十一年来 她就是这样 周而复始地度过每一天 杨华英老师 不仅撑起了一个伤痕累累的家 而且在这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棉花 并捧回了多项荣誉 1999年在全国小学生自然知识竞赛中 她荣获辅导奖 2000年在全县村小教师私品优质课中荣获二等奖 近年来 还多次被镇政府或中心校 评为优秀教师 在学校组织的四个一活动中也多次获奖 为了这方热途 为了适应新的教学形式 她兢兢业业努力进取 为教育事业倾注着自己一切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